這個也是呼吸管 它已經躲下去了 但是它就在下面 如果踢到像小石頭 這個觸感有一顆 踢到像小石頭的觸感就是蛤蜊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瑞西在澳洲海鮮靠自己 今天要帶你們去海邊抓屁屁 這屁屁有點像是台灣的蛤蜊 但其實它的口感是不一樣的 這屁屁有點硬 但屁屁在我昆斯蘭這邊 在海灘上超級多 這個是隨便撿都有 這個公園走進去 海灘就在後面 這邊的環境還不錯 有提供廁所 然後這邊也有盥洗的地方 來海邊玩水的人 上岸就可以在這邊沖水 現在正在準備要退潮 是抓屁屁的好時間 先在這裡 先在這裡把我的午飯吃了 等吃飽了再下去抓 現在午飯吃麥當勞 在這邊抓蛤蜊很簡單 就有幾個方法 我們先走過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啊 小貝殼碎石頭太大顆了 那個蛤蜊不喜歡在這種地方 所以這個區域就先走過 要去找那個沙子比較細軟的 蛤蜊都喜歡躲在那種細軟的沙子裡面 差不多在這一塊沙灘就不錯 踩起來很軟 然後沙子又細 第一個方法 這可以找蛤蜊 就用腳原地在沙子這樣 打斷 如果踢到像小石頭 那個觸感 有一顆 踢到像小石頭的觸感 就是蛤蜊了 不過這個太小了 回去 持續的不停的移動 用腳啊 不停原地打斷 這裡又踩到一個 這個也不夠大 也不是不夠大 在昆斯蘭這邊你可以抓30個部分大小 那我們當然就選大一點的 拿回家 這個就 尺寸很好 30寬差不多 的第一顆 剛剛找到一個 有點小的 這個PPR 他們都有點群居性的 然後遇到一兩顆在同一個地方 當然那附近啊 都能找得到 我剛剛看到這裡有呼吸管 這是沒有露出來 剛剛在這裡有看到那個 呼吸管跑出來的痕跡 在這裡等一下 在這裡等一下 浪退回去了 看他還在不在 這裡 他移動了 在這裡下面 這邊 這個是找呼吸管看到的 這邊還看到一個呼吸管 那邊看到也有兩個 等這個浪過去一個一個把它撿上來 這裡有兩個 這裡有兩個 這裡自己刷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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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腳上還慘了一個 這兩個太小了 哈囉 這也是呼吸管 這裡有一顆 正準備要躲下去的 這個自己跑出來了 他是要回去 回去的路上被我抓到 就慢慢的往回走了 就要抓了 路量也差不多到了 我看有幾個 抓 20 22 24 26 28 再抓兩個 就買30顆了 這樣就夠了 所以只要過淹過他們就好 先洗一洗 來喝水了 過來 你的桶子被我裝海水了